俗话说下吃苦胜进补 苦味的东西能够刺激我们的味蕾 缓解没有食欲的症状 今天我就用苦瓜来做一道菜 苦瓜清洗干净后 竖着从中间切开 再将中间的苦瓜仍抠掉 然后把苦瓜切成片 碗中打入几个鸡蛋 加入一些盐入底味 用筷子搅散 锅中水开后放入一点盐 然后倒入苦瓜焯水 再捞出沥干水分 锅中油热后将鸡蛋倒入进去 炒熟 鸡蛋熟后 盛出备用 锅中留点底油 将苦瓜放入进去炒几下 加入一点盐和白糖炒匀 最后倒入炒熟的鸡蛋 出锅前加点白糖炒匀 夏天吃苦味食物 可以帮助我们清热消暑 快做起来吧